十一章 你一直实践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慧改的心 上一次我讲到 慧改要有行动的 行动出来才是慧改 弟兄姐妹 今天我去要告诉你 要有慧改的心 什么是慧改的心 慧改的心就是你的心里面 常常针对的 你的生命里面 小小点滴的罪行 每一次很敏感的 当你觉得不舒服 当你觉得心里面有谴责 当你心里面感觉到得罪神的时候 快点慧改 即刻慧改 常常慧改 这个叫慧改的心 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当你慧改的时候 其实你是一种 死犯的情况 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 当你慧改的时候 除了保血洁净你 当你会不会见到你这样 我说主耶稣爱你 再告诉他 主耶稣要祝福你 主耶稣要祝福你 怎么样祝福 当你有罪 怎么样祝福 当你的罪的咒诅 在你的生命里 一直发动 怎么样祝福 祝福不到 祂要祝福你 不过你的罪 阻碍你的生命 领受祂的祝福 所以慧改的心是怎么样 慧改的心呢 就是一直不断地洁净 一直不断地洁净 一直不断地过去 一直不断地洗净你的罪 使你常常成为一个捷径的生命 让主的能力 主的赐福 永留不细地 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 这个人就一直不断地蒙福 改变得胜 阿们 我们来看段经文 为什么上帝 要我们 领受这个能力 而有慧改的心 我们来看段经文 对不起没 这件第十一章 一纸十节 你来看 我highlight的字 同字 对不起没 这里谈到 恶人 和 义人 坏人 和好人 恶人 一定有恶的结果 义人 就承受义的结果 好人 有好的结果 坏人 也有坏的结果 来看 圣言第十一章 第一节 毁诈天平 为耶华所争恶 公平的法马 为他所喜悦 骄傲来 羞子也来 前孙的人 却有智慧 种植人的存证 必引导自己 奸杂人的败辟 必毁灭自己 发路的日子 知才无益 唯有公益 能救人脱离死亡 完全人的义 必指引他的道路 但恶人 必因自己的恶跌倒 政治人的义 必拯救自己 检查人 必毁在自己的罪恋中 恶人 一死 他此望 必灭亡 罪人的胖胖 也必灭没 一人 一人得脱离过 患难 有恶人 来代替他 不前进的人 用口 败外 人舍 一人 却因知事 而救 一人 享福 赫 恶人 死 恶人 灭亡 人都 关于 我们一起听他的报告 亲爱的 堂上 圣地 万亲 据救 我们的天父 救助你拯救你的儿女 让他们离开 故意的道 考教他们的生命在你面前 正直 公义 圣洁 完全 无可 自在 让他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 疯疯复复复的 盟主 赐福 谢谢全祷告 求你将你的话 以赐给我们 奉祝耶稣 基督和神的名 大家说 阿们 谢谢全 真理 来清楚 上帝让你看到 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结果 一人有一人的结果 二人有二人的结果 一人收一的结果 二人收二的结果 所以人们说不公平的事 必有不公平的结果 如果公平的人 上帝必喜悦他 骄傲的人 修持也来 他爱面子 到最后最没有面子 那个就是他 谦卑的人 却是最有识会的人 政治人的全身 要带领他们走异路 而且在异的路里面蒙福 奸杂的人 最后呢 自己毁灭自己 自己歪挖坑 自己埋葬自己 这就是他们的结果 然后现在你看 一个谎傲 谎网 发护的人 暴躁的人 金钱对他们有什么意思 他不能享受 因为他一生在苦恼当中 但是一人 却就自己脱离死亡 那完全呢 那一 却指引他到 你做对的道路 行正义的事情 到最后 那个正义 必带领你 走正直公益的道路 使你在这异路当中蒙福 恶人 却自己跌倒 因他的恶 而灭亡 那这一些在讲什么 这一些就告诉你说 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 的结果不一样 那上帝爱我们 上帝要我们 成为好人 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里面 必定生命改变 而且一个基督徒 来教会里面 必定我们苦务过谁 我告诉你 我没有看到一个 金钱的基督徒 跌倒 真的 反而是越来越好人 但是我有看到 一个不金钱的地图 到最后走进 恶路里面灭亡 有 但是我告诉你 为什么上帝爱你 他看到的 耳里都一样 他祝福他每一个 耳里面 但是他怎样祝福呢 他必须改变你 改变你成为义人 你的圣洁公义 一切 你生命上 圣经的原则 活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 你就开始改变 成为一个好的人 上的人 当你成为一个好的人 上的人 你就会行在意路当中 做好的事情 当你做了好的事情 你当然会收到好的结果 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 他不会改他的罪 他的生命会变成 怎样的生命呢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不过有一个 很确定的事情 必定发生在他生命里面 就是他必定受 恶的结果 必定受 恶的结果 那对我姐妹 当你受了恶的结果 最后祝福 产生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 上帝的祝福 怎么领导你呢 所以你看 未改的心是多么重要 来我们来看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 有未改的心 第一 我们来看 上帝要我们有未改的心是因为 避免你刚硬 大家说避免你刚硬 避免你刚硬 看看经文 罗马书第二章三字七节 打开圣经 罗马书第二章三字七节 圣经这里说 你这人啊 你论断行这样的四个人 自己说行的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资 宽容 宽容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资是领你会改吗 你自己任凭你的心 刚硬 大家说刚硬 刚硬 不会改的心 为自己继续愤怒 以致神的整路 显他的功利审判的日子来到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防恨行善 寻求荣耀 尊贵和不朽坏之父的 就以永生报应 哇很清楚 很直接 very clear 这里呢 宝文就谈到一些事情 他说你以为你做的 上帝不知道 其实上帝是用忍耐 用宽容 用饶恕 恩资来对待你 这一些恩典是做什么 这一些恩典就是给你机会 带领你 慧甘 不要陷入那个罪的咒诅里面 这些恩资给你用 不是要你浪费 或者要你藐视的 今天一个不悔改的心 会导致你越来越刚硬 大家说刚硬 当这个刚硬的心 产生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 糟糕了 我告诉你 审判的日子 突然间临到你 灭绝了你的生命 这个情况从哪里看到 圣经里面扫罗王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扫罗王的心刚硬 对不起 扫罗王的心刚硬 直到他 最后都不会改 自己自杀身亡 对不起 这个刚硬怎么来 其实从他一开始 不是这样子的 他刚开始上帝设立他为王 他是多么谦卑啊 但是后来 导致这样子的 都是因为他第一次 在犯罪的时候 上帝叫他说 去那边征战 除掉所有的 所有上帝不洗也不可以留 但是他留了一些肥子 先知来警告他 他不会改 他讲了一大堆的理由 第二次 献祭的事情 只有祭司撒母尔才可以献 他等不及 撒母尔来时 他自己动手去献祭 要显著他的权柄 他的权威 他的身份 可以乱动神的事情 结果撒母尔审判说 上帝不要你 他没有会改 而且给了很多的理由 你来吃吗 什么 他用你没 从这一点一地开始 这个人没有悔改 直到最后 他的心越来越硬 越来越硬 直到最后 他治了全灭吧 各位姐妹 今天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要有悔改的心 我们要悔改到什么程度 其实悔改 不是从大罪了才悔改的 如果一个人 等到大罪才悔改 来不及了吗 你没有机会了吗 到了你能够行大罪的时候 我告诉你的心已经感应到一程度了 你不再要悔改了吗 悔改什么 悔改是小小的点灵地的事情 一个感觉 一个感动 然后心里面一觉得不舒服 或者一句话 你从神那边来 就开始悔改 认罪 那这样子的人呢 他有点在上帝的面前正直 所以说每一次他悔改的时候 耶稣爱你 我告诉你 他已经为你成就了救赎计划 钉在石牙上 他的宝血每一次都帮你擦干净 每一次你悔改 都帮你洗干净 所以每一次你悔改 连罪都得以洁净 又成为圣洁正直的人 毫无阻碍地领受圣洁的赤福 所以你一直悔改 一直蒙福 一直悔改 一直改变 一直悔改 一直突破 一直悔改 一直得着主的赦免 你的生命就一直不断的 圣洁 公义 正直 各位姐妹 这样子的基督徒 他一生的 都走在蒙福的道路当中 走在义路当中 他就得到义路的结果 我有个弟兄啊 有一天我跟他去打油 fuel gas 打油 打油呢 打油的时候 如果十块钱 你过一点点 十块零四分 通常那个油站的人呢 都不会跟你算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也习惯只这样子嘛 对不对 他过了 这个 几分了 到他 打了几十块零几分这样子 打了几个钱 就一直找 找一套钱 找一套钱 然后我说 你呀 你不敢输你呀 我这个牧师讲这样子的话 他就回头 他就回头问 比如说 哎 让新主的人来 然后卖家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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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他对哦 我告诉你哦 他四分钱也不要吃人家哦 不过我告诉你这个弟兄以前没得吃人的哦 哈哈哈哈 他细逐改变 真的改变到这种情况哦 他不是他蒙福啦 我去跟牧师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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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写了啊 为什么啊 他今天给一套钱 不是人 不亏人 人家亏好不要紧 他反正不亏人 他证明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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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小的事情他忠心 他证明是哦 这个就是会开的事 真正的会开是什么呢 生活上每一点一地都会开 因为在哪里呢 我告诉你所有大罪 不会从一开始是大罪的 对不对 对 哪里会大罪的 这 你没搞啊 这样煮饭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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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那是大罪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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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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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偷东西吗 开始偷东西的吗 我开始偷一辆 开始学人家偷第一辆的脚车 为什么偷呢 我妈妈 我妈妈买了一辆的DMX给我 那时候你已经BMAX了 便宜到要买多块的DMX了 不然不要那种 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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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的几条呢 才买了一堆钱的 我记得啦 是我妈好像是创车啊 陪insurant啊 买个那辆脚车给我 买个那辆脚车给我 那是十多岁了 然后呢 我就常常喜欢跑去工大 金少爷 打钉钉 我就很厉害啊 买了很肥的铁链 很肥的铁链 缩我的脚车 和那个Sport Logo 那个Sport Logo的牌子下面 肯定没有人偷的嘛 对不对 我上位一下来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Sport Logo的牌子 还不见调的 这脚车也不见调的 我去工了 我一家已经打了半死了 我妈妈的钱心力不肚 你要妈妈 她真的是严重的啊 她一定打死我的 想要给她知道 我去工大马铃钉 死的难堪 我就怎么样 我跑去工大马铃钉 去看看 看的东西啊 DMX 不过是比我的更好的 是轻较的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没有路跑了 我跑去那个 现在卖车票的那个地方 以前有一间的 做索实店的 我这个这个 我的手机胖 你都叫我剃腿的 你知道吗 我只要剃腿 我去到那个Muston 通通通通通通通 不敢 这铁链板拖掉 直接踏回去 踏了回去 我妈看到 你 拿到很厉害的 我先啦 我说刚才我去朋友的家 朋友帮我喷了 他相信我 他相信我 他相信从此以后 结果那两小子不久就再不见了 可是不怕了 人家脱我的 我偷人家的 一直偷偷偷偷偷偷偷 偷到跟一番的那个很异 终结的朋友啊 不上学逃学 一次过偷十两 一天里面偷四多两小子 不知道做什么 偷那么多小子做什么 偷了一些东西 结果十多两小子 都丢在五条路的那个 那个highway那边 以前有一个破船的 我们常跑去那边去逃学在那边 破船里面 在海中间 就丢在那边 不知道做什么 偷了一带着十多两 不知道怎么办 丢掉 从那里 小小的罪开始 就越偷越大 那这个怎么办 如果小的罪 你不去处理的话 你的心会越来越刚硬 到一些程度 你不再听主话 就好像圣经耶稣所说的比喻 就好像一个杀种的人 杀种在一个硬土上面 鸟来吃掉 鸟来吃掉那一种 你听不进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常常不习惯悔改 所以悔改从哪里开始 小小的啊 小小一感觉不好 就快点悔改了 男人通常这样子呢 看了女人 还找理由看女人 男人的眼睛 是不是对不对的 看也犯罪 男人的眼睛 省起来就看女人的嘛 上帝照女人 也是给男人看的嘛 哪里有错 哪里有哪一个男人 不看女人的 不看男 不看女人的男 不是男人的的 对不对 那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你看了 你想 男人通常看了 就不一样了的 从看到的 而里面想的 是两个人来的 一个有穿衣服 要你一个有穿衣服 要你一个有穿衣服 这个就是问题 那问题在哪里呢 你不是看自己老婆 你想你自己老婆 我们里面外面 有没有穿衣服 都没有关系 你自己老婆 但是问题 你看人家老婆 所以这个罪就慢慢产生 是因为营兴越来越大 你里面的问题越来越深 到最后你出轨了 出轨了 出轨了以后 众主就临到你生命里面 也下转了 破坏 上帝的祝福 不能临到你 这个就是问题 我今天我去参加一个 我今天早上我去参加一个 企业的conference 企业的conference 他的co 他的那个老板金默区 跟我很熟 特别邀请我去当他们的VIP 然后这个co在演讲的时候 他说他为什么成功 他旗下有50多间的公司 每一间都是有规模的 昨天晚上他当当他的员工 他的那个不是员工 他的那个manager 都有整百多个在那边 然后全部整三四百个在那边 他都讲一句话 这个co讲一句话 我告诉我的员工 如果我出轨的话 直接影响他们的企业和生命 我这句话你听还奇怪吗 老板 投资 跟员工有什么关系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用圣经的原则来run 他的那个工 他的企业 他告诉他说我如果出轨 跟你们之间有关系 他明白一个圣经的原则 如果他是一个出轨的人 他的所有的员工都出轨 他就是co 他就是榜样 他投资 大家都一直投资 他如果成为一个榜样 爱他的家 爱他的家人 他的员工 他的manager所有 都学他有爱的家庭 他的家就合 家合就万事 性 当他的员工 知道manager 知道最小的员工 家合万事性的时候 是不是带动他整个企业的经济 是不是带动发展 更有蒙福的发展他的企业 所以如果他投资的话 他的员工投资的话 家不合 万事不幸 是不是直接影响他的企业 如果他加额 所有的员工加额 万事性 大家工作很喜乐平衡 大家都很忠心 大家都很圣洁 上帝祝福 是不是直接以 也要直接祝福他的企业 怪不得 这个人蒙福 因为他有他一定的条件 他进步 他不抽烟 不喝酒 不乱鬼 他还是可以 成为一个大公司的企业家 今天我告诉你 为什么要有慧改的心 是因为不使你的心 刚毅 当你的心刚毅 不再听神的话 不再慧改 罪就开始延伸 宗族的领导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犯罪都有一个程度 为什么你看到恶人没有招报 那一些人都在滚嘛 这个土都在偷偷的滚嘛 你都知道的 但是为什么还有招报 时间会到 不时不报 明白吗 圣经有一句话说 罪恶满营 就是罪恶 到了他的尺寸 到了他的尺码 measurement 到了他的尺寸的时候 就满营出来 什么是满营一杯水 当你一直倒水 一直倒水 他的水能够剩多少 就剩多少的 再倒就满出来了 这满营的意思就是一倒倒 满出来 到了程度满出来的 审胖就一出破 听到 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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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错了 听到 听到 各位姐妹 你要以为 小的事情 如果小的罪 感觉不去处理它 我告诉你 它会慢慢使你变大 所以一个意念来 主老师没有了罪 所以大家看 对不起对不起 主老师没有了罪 怎么样 不敢打 主老师没有了罪 主为什么有罪 有致死的意念 主ス Comm要有这交报的意念 主啊 是活的最原谅的意念 这小小的事情 如果你一直去处理的话 大大事就不会发生 阿们 上帝的祝福就一直 不断地 轮到你生命里面 听到 Sanjay 为什么上帝要你有 灰改的心 因为要祝福你 因为不要使你的心 刚应 第二 为什么要有灰改的心 第二 我们来看 上帝要你回家的心 避免你堕落 大家说堕落 堕落 那看关经文 启示录第二章 第四十五节 启示录第二章 二十四节到二十 启示录第二章 第四节到第五节 来我们来看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去了 所以应当回想 你在哪里堕落 大家说堕落 并要未改 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会改 我就领到你 把你的什么 灯台 再来一次 把你的什么 灯台从原处挪去 灯台挪去不是越来越黑暗 灯没有了 黑暗就照进来 所以你看一个不悔改的心 会造成你越来越堕落 跌倒的越来越深 那兄姐妹 你做了一件事情不会改 你会做第二件 第三件 第四件 一直使到你的生命 越陷越深 你如果第一次都会改 砍断 一直在捷径 一直在捷径 你的生命 就不会陷入大罪 神的罪 阿们 有哪有哪一个都不知道 所有女人被骗都是其中 其实就是肯往一个拥抱的人 有一个马 有一个 整个世界到现在 报纸打开 都有很多骗子 骗局 在那边继续在骗人 而且有人在送骗 为什么 就是一点点的爱 一点点的小贪心 第一次三千块过关 五千块也拿到钱 十千块也拿到钱 来到一百千了 一次过不见掉 都是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小贪心 如果你不出力 小贪心了 那个咒诅 那个咒诅的能力 就深入你的心里面 罪越来越大 咒诅就越来越大 死你陷下去的时候 越来越堕落 不能再回头了 对方姐妹 不要以为 小的事情不重要 这些小的事情 使到你蒙福 或者使到你的生命 遭受咒诅 都是因为从小开始 在我的戒赌中心里面 年轻到什么程度呢 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 你知道他赌书 一次过多少钱吗 五百多千 你看过五百多千吗 二十三岁 有五百多千 他老爸非常有钱 为什么他老爸 费这么有钱呢 他老爸是赌床的两个人 他老爸因赌而起家 到他的儿子 因赌而败家 赌光 完全清光 外面欠人家许多的钱 现在还继续在赌 赌到没有钱 他表格支持他三十千 去台湾赌大学 他竟然一天里面 把那三十千再次赌完 他的老爸用赌床 来赢人家的钱 成为他的产业 他的儿子输赢顶 输掉他的赌床 为什么我告诉他输掉 他赌床 他赌人家全部用便宜 赌要钱 就买了他的赌份 赔一赔一赔 给他赌其他赌到赌 怎么来 怎么去 弟兄姐妹 二人 二的结果 一人 一的结果 报应 他的妈妈也讲着报应 二的结果 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所做的过关了 算了 我告诉你 这个罪的咒诅 三至四代一直流下去 今天你不处理 使你的心越来越堕落 将来必承受咒诅 今天你处理了 洁净了 明天就是王府的一天 阿们 你选择 第三 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要回来的心 为什么 因为上帝 避免我们 背逆 这叫背逆 背逆 看真言第一章 第24节到26节 真言第一章 第24节 这里说 你们帮应我的责备 回转 我将我的灵 交换你们 将我的话 指示你们 我污漫 你们不肯听从 我深受 无人理会 反情趣 违切的欠借 不肯受我的责备 你们遭患难 遭灾难 我就发笑 惊恐临到你们 我必赐笑 各位姐妹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是一个情况 什么上帝污漫 没有人要听 上帝责备 没有人要领受 大家都帮你 背逆 背逆 慢慢变成邪的心 这个非常危险 各位姐妹 如果你一直 背逆下去 到最后 你把你的恶事 你把你的 那个 所有的罪 变成 一个享受的时候 你的心已经偏邪了 大家说偏邪 偏邪 变成邪心 那这个改变 是到你完完全全回不了头 这个 灾祸 要领到你的生命 三至四代 那各位姐妹 一个人的心如果偏邪 有他的理由呢 他不是从一下子变邪的 他是慢慢累积 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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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变成 一个邪恶的人 各位姐妹 我们怎么样阻止 这个种情况发生 在我们家 就从小的心开始 每一点的地 悔改 常常有一个感觉 来圣灵的感动 悔改 让你的生命 保持住圣洁的心 共义的心 圣洞之的心 一小小的点地 我们都着重 我们都对付 使我们罪的根 长不出 幼儿来 使这个幼儿 幼儿的成长 长出果子来 让我们不要借 那个恶人的果子 罪人的果子 使我们生命 在上帝的面前 一直不断地蒙福得胜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 若被这样子 成为徒却不蒙福 为什么 耶和华上帝在帮助你 当你自己却阻碍 耶和华上帝的赐福 临到了生命里面 各位姐妹 你选择你的道路 今天为什么 我们有慧改的心 兄姐妹 帮我和你一起 来 谢谢 祝你 今天我们有慧改的心 是因为 避免我们干预 大家说 避免你干预 避免你干预 避免你堕落 避免我堕落 避免你佩逆 避免我佩逆 兄姐妹 当你常有慧改的心 你有福了 你有福了 你常在上帝的面前 正直 圣洁 公义 你的生命 就每一天都充满纯正 上帝的赐福 毫无阻碍临到你 毫无阻碍临到你 你的生命就改变 如果你偏邪 一定会有好下场 所以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知道真理 我们就行在真理当中 让神的赐福临到你 大家说 二人 有二借过 一人 有义的借过 上帝祝福你 愿上帝的话 临到你 常为有 一人 要 麻煩你了